为在洁安湘公所前方的宫二公园 已经打造成为适合大小朋友休闲运动的好场所 湘公所也推出了命名计划 征求民众提供创意巧思 结合宫二公园的历史和特色 许公园一个新的名字 4月份第一阶段是对外征求命名 欢迎民众可以上湘公所的网站 来填写命名格式参加命名征选 宫二公园办公厅目前是洁安湘原住民事务所进驻 前方的绿地长廊广场也是原住民市集 及各个部落举办睡时记忆的重要场所 为了加深民众对宫二公园的印象 吉安湘公所特别推出了宫二公园命名活动 宫二公园因为早期也有喷水池 所以也叫清水公园 但是我们这两年来全活化 让我们的社区可以共融在这里之外 也让我们的族群融合在这里 是多功能的使用场域 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公园能够更增加特色 更让大家更有多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有感 所以我们开启了宫二公园命名的活动 在我们四月份开始 就来上我们吉安湘公所的网站 来看看我们的规范 提出我们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点子 idea的由来寄到我们吉安湘公所 我们会来进行我们两阶段的评选 由我们网路跟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来做评选 评选出来的前三名 我们会从前三名里面来截取最适性 也觉得最幸福有感的名字 来单位我们未来公园 公二公园的一个名称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4月1号到4月25号 对外征求命名 民众可以上湘公所的网站 或者是直接到湘公所来填写命名表格 并且用30个字来说明命名的缘由 第二阶段5月10号到5月30号是票选 民众可以上网或者是直接到湘公所来投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快来参加 这里会节响相报道